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与中华文物艺术拍卖协会共同企划制作 欢迎收听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以拍卖官亲身经历的故事来贯穿节目的内容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那么这一集我一开始我要从一部电影来开始说起 在2003年那时候在美国开始推出了有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为什么要讲这部电影呢 因为这部电影它原来的剧本 发想灵感是来自于17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 它叫维梅尔 维梅尔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创作作品的名称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事实上呢 这一个作品在我们的艺术圈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作品 那维梅尔的这一个创作呢 它目前收藏于荷兰的莫瑞泰斯皇家的美术馆里面 我描述一下这一个画作好了 这个画作呢就是一位少女 然后这个少女呢 她嘴唇呢为张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画面当中啊 你就发现说这位少女左边的耳朵呢 有佩戴了一只啊 泪滴形的珍珠耳环 而这个珍珠耳环呢 在整个画面里面真的是点睛之笔啊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的荣幸啊 来邀请到廖文良老师 Rich老师啊 他是长富珠宝的负责人 那尤其呢也在各个的荧光幕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对于珠宝专业的分享 今天呢这一集来邀请廖文良老师啊 继续跟大家来谈一谈珠宝的话题啊 那我们是不是请廖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文良 Rich老师 Rich老师啊 其实真的建议各位听众 你可以上网Google他 是 廖老师 人长得帅 然后又风趣 设计珠宝的创意啊 真的一流的 而且廖老师啊 还又用珠宝做画 所以我一开始我要稍微提一下画作 在这里呢 也让廖老师 你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好不好 跟各位听众分享 人家是把珠宝画在作品里面啊 那你的作品是用珠宝来做创作啊 是不是一开始让各位听众朋友 也能够来了解一下说 您创意的来源又是什么呢 好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珍珠 是 然后你说 我把这个珠宝入画呢 对 刚好是符合我现在有一个系列的作品 叫做华丽转生优雅大传 华丽转生优雅大传 是描述一个舞者 非常的漂亮 然后就在太湖石上面 华丽转生举着一颗大传石 我希望说人师呢 你可能在每一个阶段 都能够透过你的创意 你的信心 能够做好规划 然后华丽转生 在慢慢的优雅大传 所以我在今年的八月份 我们有一个台日艺术家连展 主题是安倍晋三的影像展 那安倍照会有到现场来 所以我也送给他一张图 就是华丽转生优雅大传 希望他这个人生 已经过了一年了 就要华丽转生 然后能够优雅大传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珍珠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画面调出来 就是安倍照会 他当天也是带了一串珍珠 对耶 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些妇女 她们都会以戴珍珠为主要的一个珠宝 是 我们一讲到宝石里面要谈到优雅 珍珠真的是首选 而且珍珠 玛瑙 水晶跟玉石 并称为中国古代传统的四宝 我们也常看到像英国女王 以前英国女王一出来 她标志性的装扮就是全部同一个颜色的 对不对 帽子 衣服 可是一定要有一串珍珠 对 她就是会有珍珠 领珍 胸珍 也都是珍珠 对 那她最典型的话 大概都是三串的 然后还有一个单独 18米的一串大珍珠 是 当然那王妃就讲过了 如果女人呢 只能够拥有一件珠宝 那一定就是珍珠 又一定是珍珠 文美今天没有带 今天没有 因为我想说您是好眼力 我要是珍珠不够入你的眼的话 我还真不敢带出来 说实在我是有 就是有还不错的珍珠 但是珍珠的话 说实在的 我都会觉得说 她应该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场合 没错 是不是应该要让她出现一下 好 珍珠呢 为什么会受到这些名流女士的喜爱 是 因为她没有钻石那样的一个闪耀 但是呢 钻石最缺的就是内敛 珍珠就拥有了 那珍珠因为又很大颗 所以她会让人家觉得说 她是一种幸福啦 健康啦 优雅啦 然后所有的幸福啊 都集中在珍珠上面 是 而且你看我们的佛像要装上的话 一定要有珍珠 对不对 因为珍珠是长在海底 不会是山上啊 所以在海底 能够生成的这种圆形 洁白又没有瑕疵的这种珍珠 都是早期最稀有的一个物件 那我们珍珠的历史要从哪里开始来推演呢 珍珠哦 就从地球上面有贝壳以后 有胖类以后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有很多的新闻就是 我们到东港去吃海鲜啊 有人就叫了螺肉来吃啊 对 结果一咬就是一颗螺珠 真的啊 哇真是幸运的 然后螺珠它就上去拍卖 还拍了几十万 真有这事啊 因为这种螺珠呢 它是属于比较深海的 螺类 螺 都是比较深海的 棒类的话是比较浅海的 所以这种螺珠呢 因为它都是天然的 它没有珠母核 它可能就是一颗沙子 你要知道说珍珠的形成就是 像我们的眼睛有一颗沙子进去了之后 你会流眼泪 对 那棒类也是一样 它会开始分泌碳酸钙的结晶 去把沙子把它包裹起来 让它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尖锐 所以久了之后 碳酸钙的结晶就越来越大 这个有点 好像是我们结石一样 只是我们人体没办法自己分泌碳酸钙结晶 了解了解 其实就像瑞奇老师说的啦 好像有螺棒这个生物之后 它应该就有珍珠了 只是说 可能在我们历史书面的记载里面 在中国来讲大概就四千多年以前 有上书与贡 里面就有记载 它说合棒能产珍珠 从上书与贡里面的记载 也说明了中国的采珠的历史 早在四千年前就开始 然后淮河这边就生产了淡水的珍珠 而且那时候珍珠就成为了一个贡品 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记载 它创世纪里面有说 从伊甸园流出的比逊河 在那里有珍珠跟玛瑙 所以珍珠呢 虽然说可能很早很久远以前 有这样子的生物就有珍珠的产生 但是珍珠呢 在历史记载里面呢 其实也是推算到四千年前 刚刚瑞奇老师也有提到说 在佛教里面啊 其实也都是有运用到珍珠的记载啊 古印度的法华经啊 里面呢就有记载说 珍珠啊是佛家七宝之一啊 对 瑞奇老师有没有其他的要 跟我们来分享的呢 我们在拍卖会里面都在走动 对不对 那我长期都在关注拍卖公司的一个结果 那珠宝的部分在拍卖会里面 尤其是大拍 它会有选择性 是 不像小拍的话就是 差不多可以 好那来拍嘛 对不对 在珠宝的领域里面 大拍能够出现的 大概就是七王一后 加公主加王子 哇天哪 怎么皇室都出来了 要不要说一下 那七王一后呢 我们讲七王 就是什么呢 钻石 红宝 蓝宝 亚历山大变色石 金绿 猫岩 祖母绿 翡翠 七王 七王 这些全部都是结晶类 那翡翠呢 它是属于岩石类 是 玉水类嘛 对 那以后呢 就是什么 以后是谁呢 珍珠 珍珠是皇后 它就是珍珠 因为它是有机子 它是有机子 如果再加上王子 就是 那湖水兰的 寒童碧喜 然后 就是莲花钢玉 所以我是说 拍卖会里面 你要去关注的是 你到底要投资什么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领域 那讲到七王以后的 以后唯一的有机物 就是 珍珠 所以这个 珍珠呢 它因为只有在海里才有 你还要去捞起来 还要选择 万中选一 只有一颗 纯洁净的 没有瑕疵 然后都是纯源的 那个真的是非常少 那在名人里面 应该也蛮多人喜欢珍珠 随便讲 你能想到谁呢 名人里面 你有没有看过埃及艳后 埃及艳后 电影我看过 本人我没看过 好 本人没有看过对不对 是 只能看电影 埃及艳后是克里奥·佩特拉 是 对不对 对 他的情人是谁呢 安东尼 安东尼 对 在早期呢 埃及这边 只有王冠贵族 才可以佩戴珍珠 如果你自己随便佩戴珍珠 应该要判刑的 所以这个珍珠 在他们那边 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那有一天呢 这个埃及艳后啊 就跟安东尼讲说 我来请你 吃一顿特别的午餐 吃完了午餐之后 那个安东尼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他说 那我来跟你赌啦 我一定是最特别的 他就叫人拿了一杯醋来 把他右手边的 那个很大颗的珍珠 丢到里面去 溶解掉了之后 就喝掉了 然后他要再把第二颗 再拿下来 把它丢进去的时候 安东尼说 不要 千万不要 因为那个是 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 是 他说我输了 你知道那个埃及艳后 为什么长得那么美 因为他每天都要吃掉 一颗珍珠 每天吃掉一颗珍珠 所以你看我们日本人 是不是有珍珠粉 对 珍珠的话是碳酸钙的结晶 是 它还有什么呢 它有含一种 我们角质的蛋白 那角质蛋白呢 它会分泌我们人体 所需要的20多种的氨基酸 所以会让你变得更美 然后皮肤更嫩 更吹痰可破 哇 原来是这样子 不过听说啊 还有另外一位 名女人也很喜欢吃珍珠 慈禧太后 听说慈禧太后 也是每天要吃珍珠的 对啊 所以这个由来已久 好像是掌握一国之权的 那些女人 全部都要吃珍珠 因为他们觉得 可以延长寿命 对 然后让自己永远都保持很美 对啊 就是像说电影里面啊 说真的 我都在节目中 常常引用电影 对 电影末代皇帝啊 里面有一个场景 就是 普英那时候很小嘛 是 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 电影里面 扮演慈禧的那一位女主角 她的脸就是画得很白 对 其实她就是要表示说 慈禧 她跟珍珠一样 对 她喜欢吃 珍珠粉啊 用这样子的想法 来规划这个角色 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些有机物的宝石里面 大概就是珍珠可以被吃啊 没有人去磨那个珊瑚粉来吃吧 怕肚子痛了 所以珍珠粉呢 它特别的 而且它是有被印证的 所以你到日本去的话 可以买珍珠粉回来吃 这个是因为它会分泌氨基酸嘛 对 所以对人体是有益的 OK 那你看 伊蒂莎白泰勒 凯特王妃 他们的皇冠上面全部都是珍珠 珍珠哦 耳环啊 或者是他们的项链啊套链 都是珍珠 因为珍珠真的是自古以来 至高无上的一个物件 所以会在七王以后 列为以后 嗯 之前啊 瑞士老师其实有提到 阿代利赫本 对 他有演过 地帆内的早餐 对 地帆内的早餐 还有罗马假期 对 真的让人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尤其是地帆内的早餐 他有一张经典的海报画面 有没有一张剧照 他穿了一件黑色洋装 地帆内的 对 然后他把头发呢 梳一个小发剂 对 然后手上呢 拿了一个烟管啊 嗯 最重要的画面的中间 哇 就让人家看到眼睛都移不开 就是他有五串的大珍珠 在他的脖子上啊 没错 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 所以你看他也是创造了 Tiffany 的价值 嗯 因为他就站在 Tiffany 的橱窗前面 嗯 他去看他一个珠宝 嗯 那其实他是在吃的 可受面包啦 嗯 因为他左手拿着一个牛皮紫袋 嗯 里面就是可受面包 对 他就这样吃 但是他非常渴望里面的珠宝 对 他是带着珍珠 嗯 渴望里面的钻石 嗯 我觉得这个女人哦 永远都不能够满足 所以我回家还是要把我们家女人服饰的好一点 是是是 好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罗马假期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它主要就是在描述一个很年轻的公主嘛 其实这部电影 最后一幕里面呢 他就是正式以公主的身份出来 然后他就戴了一串也是珍珠的项链 是 这个项链呢 在今年就是2023年的11月 在日内瓦的拍卖会里面啊 他是线上拍卖啦 是 就拍了这一个 起拍价好像折台币是65万 最终是拍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这个讯息 我就想到说 哇 澳大利赫本啊 跟珍珠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相应的互相绝美的一个搭配 对 如果说以珍珠拍卖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跟名人挂上关系 他才会增子 对 那要不要讲一讲珍珠的拍卖呢 竟然讲到珍珠拍卖 你知道最近 珍珠的拍卖永远都是非常低迷 哦 是哦 哇 所以珍珠因为它是有机物 对 你知道说珍珠有分很多种类 那我们两大类的话 一个叫海水珍珠 另外一个叫淡水珠 这两种种类呢 你刚刚有讲到养殖珍珠 养殖珍珠 我们可以讲一下 那你看哦 现在人工养殖的淡水珠 可以养到几米呢 可以养殖到18米 这么大 非常的大 它是原来核就很大 是这样吗 它原来的那个磅类 它就很大颗 是 所以你如果是日本的 这个珍珠的话 它大概是养4到10米 可是呢 我们的南洋珠呢 南洋珠就是长在印尼 或者是菲律宾 南亚岛系 这边的母辈呢 它们可以养到8到18米 是是 那如果说以大西地的黑珍珠 因为它是在法蜀的玻璃维亚 这边的黑蝶背 它标准的大概就是14到16 比较多啦 你看100多年前 Mikimotoさん 日本的Mikimoto 他们就是 一开始是养半株 一半的珍珠 后来技术就变成是整颗的珍珠 养出来就非常的完美 那Mikimoto的珍珠呢 它自己的品牌 它会挑最好的留在自己的店 其他会释放出来 因为它们养殖非常的大量 对 只有Mikimoto 有一个珍珠的品牌 其他的 比如像T牌 那个都比较 不是大的品牌 但是养殖珍珠在内地呢 现在有一个叫爱迪生珍珠 爱迪生珍珠就是淡水珠 它一个磅 只有养一颗 因为你有养两颗的时候 就好像是女人怀孕 双胞胎 他们会把营养分均分 那你不可能每天都吃那么多营养 所以一个磅类呢 如果是淡水珠 我们讲一般的淡水磅类 它会一次可能就会有10颗 一拆开来就会有10颗 很多大小颗 对对对 那有大小颗都不一定 但是呢 爱迪生这家公司呢 他们就是只有养一颗 所以它能够把它养到最大 你知道淡水珠 大概养两年就可以采收了 你海水珠的话 因为海水的变化比较深的 海水会比较冷 所以它养殖的时间比较慢 可能要三年 它才能够收成 以前都是五年收成 结果呢 现在都是三年就收成了 所以它皮壳会变得比较薄 没有那么的亮 没有那么的厚实 但是淡水珠呢 它养殖的时间 两年它就收成了 因为很好养 天气又热 水温又高 所以它分泌得很快 碳酸钙的结晶 覆盖得非常好 非常完整 所以淡水珠打击到海水珠 南洋珠的市场 是 所以变成是淡水珠就风行很大 对 你知道日本三一一事件 对 造成了珍珠 大量的叠价 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觉得说 珍珠有辐色 你知道 因为它在那个 因为它在日本 海水就是那个领域嘛 对 养猪嘛 结果呢 现在内地 内地他们在买的珍珠 不是买现代的 他是买之前 你买的 三一一之前的 对 三一一之前的 他去买那个 所以那个珍珠就缺货 所以涨价 又涨回来了 OK 你看这是一个 很微妙的经济变动 是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Rich老师其实 把我们的社会事件 再加上环境 还有现在呢 市场买家的心态 对 透过这样子的描述 让我们都有所领悟 说真的 有时候呢 可能你眼看着 它是一个危机 可是呢 可能在某一件事情 它又是一个转机 对 没错 对不对 那我们来聊一聊 虽然说一些高价的珍珠 或是海水珠 可能被淡水珠 因为现在淡水珠 养殖的技术 也越来越好 可能对市场 有一些冲击 但是其实有一些 在名人加持过的珍珠 或者是珍珠本身 历史价值 或者是它有很多重要的故事 那也形成了拍卖会里面呢 大家追逐的拍品 在这个部分的话 Rich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你如果说 以拍品来讲的话 珍珠 珍珠的市场 它就是一定要跟名人挂在一起 为什么你知道 你必须要知道说 珍珠的市场 它是养殖的 所以它的生产量非常的大 而且它可以控制品质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爱迪生珍珠 它可以控制品质 所以它变成整个市场呢 是基本市场 它就像卤肉饭一样 你一定要拥有 比如说文美 你今天带的珠宝 如果是带一个500万的钻石 是 它可能只有5颗啦 但是很小颗 看不到 可是呢 你今天带一串珍珠 100万 哇 那就吓死人了 所以珍珠 它会变成是一个 卤肉饭的市场 大家一定要拥有 一定要拥有 而且要拥有是拥有山主 一个的话就是白珠 一个黄金珠 一个黑珍珠 所以它变成是 每一个女人都要拥有 包括你结婚的时候 你的婆婆 她一定会送给你一串珍珠 因为我们台湾人是日本的 一个文化的传承 所以她一定会送你一串珍珠 那再多的话 可能就是一颗戒指 然后一对耳环 甚至于是一个手串 所以珍珠它有它 我觉得卤肉饭市场 不代表说它不好 是大家一定要拥有 是大家的基本配备 基本饰品 你的手饰盒打开 就是基本配备 一定要这些 一定要有 因为它物件很大 然后不贵 你可以不用买太贵的 但是你一定要拥有 因为它带出来都好看 它就代表幸福 圆满 所以你看我说安倍昭惠 跟我拍照的现场 它就带一串珍珠 对 尤其我看很多日本的女士 真的重要的场合 它就是带一串珍珠 对 那如果说以珍珠的 拍卖市场里面 最贵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前两年 菲律宾有一个渔民 它捞起来了一个磅 很大的一个磅 开采出来之后 那颗珍珠有多少呢 多少 20公斤 天啊 20公斤的珍珠 它拍了80万美金 80万美金 那个是赚的 所以珍珠不一定说 是圆形的才是最贵 它会变成是说 越大颗的 就会变成是拍卖市场里面的 重中之重 那其他的我们这种圆形的珠 可能就会加上名人效应 只有最原始的珍珠 它是非常大颗 非常难得的 可能在博物馆里面 它一定要有需求的 谁拿到这一颗 就是唯一的新闻 谁创重量 对 而且它如果那么大颗 绝对不会是正圆形了 它一定是乱七八糟形 比我们拳头都还大 因为它是天然里面养成的嘛 所以它可能在锣或者是在棒里面 天然养成 所以它不会一定是非常 不会是正圆 如果是正圆的话 它一定有珠母核 珠母核就是我们车了那个贝壳 把它车成圆珠 对 把它植入珠母核里面 是 就是它的子宫里面 让它去长成 对 那一定就是圆形 你如果是像这种天然的珍珠 它就会变成是 当初你是哪一颗小石头 跑进去 它就会产生那种形状 就很奇怪的 小石头的形状 对 OK 之前Rich老师其实也有提到 伊丽莎白泰勒 其实伊丽莎白泰勒 几次的婚姻下来 它也累积了不少的珠宝 它有一个珠宝 也是珍珠 但它的丈夫之意 理查波顿 真的非常宠爱它 所以那时候呢 在2011年 加世的 其实就有 对伊丽莎白泰勒珍珠的拍卖 老师要不要讲一讲 其实这一串珍珠 它是有故事的 好 说来听听 这一串珍珠呢 因为它是非常早期 16世纪的时候 西班牙王子送给玛丽皇后 作为结婚礼物 后来呢 就经过名牌的珠宝店 把它改香了 下面还有一颗红宝 然后再掉了一颗 大的珍珠 那伊丽莎白泰勒呢 因为它在世的后期 就开始做艾滋病的基金会 所以需要很多的钱 那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 它觉得说 我的这些珠宝 是不是可以帮助这个基金会 拥有更多的行善 所以它在2011年的时候 就跟着Just做了这样的一个拍卖 那卖了多少呢 1184万美金 所以你看珍珠的东西 因为它是碳栓钙的结晶 它的组合呢 就好像是我们砖块堆叠的 那你如果是在拍卖的现场 去看这一串珍珠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纯白色 它变成黄色的 因为我们在佩戴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汗水 还有我们的化妆品 都会侵入 都会渗透进去 碳栓钙的一个结晶 所以这个还是要讲到说 你要保养一下 比如说文美 你今天晚宴 可能待了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回来之后 你就拿湿的毛巾 把它拎干 棉的 把这个珍珠表面擦一擦 也不要泡水 擦一擦 不要泡水 有的人说 那我用水洗一洗 对不对 可是珍珠是不是会穿孔 对 水会 跑进口里面 而且你吹不干 那也不要加热 你就是用湿的毛巾拎干之后 把它表面擦一擦 干的毛巾再擦一次 就把它放在你的 可能珠宝箱里面 是 是开放式的 对 不要放在塑胶袋里面 不要放塑胶袋 就不要把它封起来 你还是要让它有空气对流 是哦 让它自然的封干 嗯 那它的颜色呢 就会保持比较好的光泽 跟它的耐用度 嗯嗯嗯 你这样讲 我就想到有一句成语 叫人老珠王 对 人老珠王就是这样 其实在诗词里面啊 对于珍珠啊 或者是珠玉啊 珠子啊 其实有很多的描述啦 没错 比如像人老珠王 是我们平常会讲的描述的啊 是 那像说白居易 它的琵琶心里面啊 嗯 有一句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是很熟悉 是 他说 大玄 曹操如吉语 小玄 切切如私语 曹操切切 挫杂坛 大珠小珠 落玉盘 对不对 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 嗯 刚刚 瑞奇老师又讲过说 哎 戴安娜 王菲啊 曾经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女人只能拥有一件珠宝 那一定就是 珍珠 嗯 就一定是珍珠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对 最后拍拍会 人生故事小礼物啊 我要引用有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爱情录 嗯 爱情录里面有一段歌词 是 嗯 他说 你就是我生命的珍珠 流过多少泪 吃过多少苦 等黑夜过了 有日出 翻过了高山 穿越了迷雾 我爱你依然 纯如朝露 所以呢 珍珠的含义呢 其实在这个歌词里面啊 我也可以感受到 它就是代表一种珍惜 一种珍重 一种珍爱 然后一种珍视啊 要珍视你身边所爱之人 是 瑞奇老师 回去跟你的阿娜达夫人 是 好好的 我一定会帮他带上 一串圆满的珍珠 哇 那太棒了 好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 游文梅 我是廖文梁 廖老师 邀请您继续锁定 我的Podcast节目 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期待下一次 与您空中相遇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